在这个资讯爆炸的年代里 民众会使用电脑、手机等3C产品并不意外 但会写程式就酷了 教育部公布107年课纲 国高中将新增资讯科技课程 把程式设计列为必修课 不少家长担忧写程式会加重学生的负担 但这没有这么严重吗 现在就一同来了解课程究竟在教些什么吧 根据课纲规划 未来资讯科技课程会分成六大数位领域 着重在电脑科学与科技应用 而程式设计正是其中一环 参与课纲编制的台式大副校长吴建吉表示 课纲里面其实很大的部分是在培养学生的运算思维 那培养学生的运算思维 程式设计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什么是运算思维呢 就是用电脑解决问题的方式 一般刻板印象都是工程师坐在电脑桌前 在与密密麻的程式奋战 但新的程式设计教学 着重在视觉与图像化的程式设计 这个钢铁人跳舞动画 是由一位国中生所创作 东湖国中资讯课老师翁正苑 早已把程式设计融入教学中 透过半成品教学法 先写一半的程式 让学生借由模仿与应用达到学习目的 像是设计剪刀石头布变化板 新增了7亿18克两种手势 让学生在教室内先分析好笔大小的关系图 再去电脑教室缓写程式 汪老师也会让学生把完成的作品 上传到程式设计平台Scratch网站上 让全世界都可看到自己的程式作品 借此让学生得到成就感 学的过程整个来说 其实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把每个人都培养 成程式设计师 不是的 我们要培养他的预算思维 至于新增科目是否会变相 增加学生的课业负担 吴振极表示 新科康会做课程实书上的删减调整 并非增加科目就会加重负担 动新闻 哇哦 原来写程式这么有趣 报道